是鮭于回游产卵的地方 也是洪水常常造访的区域 下游的洪泛平原 是西雅图附近重要的工业区 包括波音公司等大工厂都在这里 整个区域估计有台币1500亿的价值 为居民带来1200亿台币左右的收入 可以想见 堤房的保护对这个地区有多重要 但是僵硬的水泥堤房 让鲑鱼无法生存 该如何在保育与防洪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县政府决定加宽核道 让堤房往后退 我们有很多大小的木材 在沙发的沙发的沙发 与沙发的沙发的沙发 在沙发的沙发的沙发 是什么我们称为低沙发的沙发 沙发的沙发 沙发沙发的沙发 沙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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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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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放在這個桌上 讓牠們生育 並不延伸任何種類似的 或是任何種類似的 不斷延伸延伸 然後你會出現水 所有的土地 都會出現海洋 這段堤防足足向後退了25英尺 可以容納更多洪水 中間的平台 是為了在大水來的時候 讓鮭魚有一個可以躲避的地方 最下方的木材 則是營造鮭魚的棲息地 最重要的是 這些天然的元素 可以減少許多維修成本 讓堤防更持久 縣政府以土地交換等方式 遊說附近的廠商 把建築基地往後移 他們認為 從長遠來看 讓一些空間給河流 是比做工程更便宜經濟的方法 我们来到绿河中游的洪范平原 县政府征收这里的土地 把原本的地上物与堤防拆除 堤防拆除后 河水可以自由摆动 两色的历史浅滩 藏着许多微小的底气动物 是鲑鱼最喜欢的蝉蝉环境 这就是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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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鲑鱼 会建成石头 其他用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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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形式上 你看这个吗 它是鲑鱼 你看这个吗 它是鲑鱼 在生态学者乍是眼中看来 每一个食材 都会造成鲑鱼 就像鳌鱼 在生态学者乍是眼中看来 每一个石头都藏有一个生态系 而整个河流本身的生态系统 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过去的一百年 因为人为的干预 河流变成一个 越来越简化的生态系统 this forest is about a hundred years old it was harvested flat clear cut about a hundred years ago so all that wood volume that would have could of fallen into the streams gone plus in the early what is the early seventies or so we came in and we cleared all the wood out of the streams so all of that big wood that probably looks similar to this was taken out the source of wood was taken out seo they resulted in very simple channel 一条健康的河流应该有深潭 有浅滩 有会移动的支流 这样不但能减缓洪水的流速 也让整个生态系统得以健全运作 哇 水比昨天更高 如今工程师与生态学家开始合作 恢复河流本来的面貌 想要把河流温分开 所以就知道 那些木石在河流温的水流温 是很坏的 它是因为梳子 它是烟温的 但我们看到很多研究 是最大的研究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在河流温的形勢 它是很重要的 它能够在河流温 它能够在河流温的河流温 在早期 人們認為漂流木會阻塞河道 拼命把漂流木清出來 如今科學家發現 把木頭放回去 才是真正幫助河川 幫助漁群 今年8月 國王縣出動直升機 將60幾支大木頭放到河裡 利用河川本身的能量 讓河水與洪泛平原重新連結 從魚的角度來思考 一切就轉向 到了21世紀 科學家不得不承認 大自然能做的 比人類能做的 實在多太多 我們知道 我們學習是更好地做的 好地做好地做的 所以我們以前做的 如果我們做了一個房子 我們以前去打算 我們想要建造一個房子 我們想建造它 我們想要建造它 现在我们做的是我们知道 nature是更好比较我们的工具 我们就把材料都给我们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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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 nature建立那家屋给我们 然后我们的材料是最后一样的更好 然后我们就会有点不同的那我们想想 所以我们就学习惯了也就会出现 这些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一种地球的地球的地球 而在工業的情況下 我們有更高的危險 我們可以讓海灣做什麼要做 而不是告訴海灣什麼要做 海灣的自然狀況或許跟美國不同 但製水的思維卻是可以參考的 典範正在轉移 或許有一天 我們也可以學習從魚的角度 來看待河川治理這件事